台湾玉米一整年都可以种植 在植汉料方面都拥有传统玉米 售价也比较贵 通销镇都会为此行发酵巨资 标项开种权 也是看众汤未来的发展潜力 您的新闻视频超 请报道 从业界所研发的新品种玉米 最近在杨栖县通销镇试用成功 它的口感Q 甜度高 只是会上100公尺玉米 十年中就被起光 今天这里的游泳池游泳池 它咬 这样就被骗磨掉 彩虹玉米煮鸡汤 紫红色泽亮眼 香气四溢 吸引大家来试吃 好 来啦 玉米的香丘口感让民众一口结一口 做专制农会准备了100斤 很快就被闯光 彩虹玉米是农业事业所新研发品种 農会市众成功 预计发表后 将添加大家对玉米的印象 它是毕竟的酸鸟 高大 高水的食物 它 包瓜 鸵鸡 刚才差不多 今天毕竟最强的米特效 那彩虹玉米和传统玉米 实际比较 采用玉米的甜度嫩度都提升 不但米水均匀 而且梗更小 不如是这样的用 你看它的米粒 它并没有小于这个传统的米粒 他们买到的这一种玉米的话 就很久 然后 可适用的 吃盈你 前面 Pope 人家��도록 ses 研发的研发写林总剧米最近在小益县 谢谢大家